失智者在家属的陪同下来到市定古迹新芳村茶行 在解说人员的带领下认识茶行古迹建筑、制茶流程 以及大稻城茶叶历史文化 坐落在台北市民生西路的新芳村茶行 新建于1934年,是融合东西方特色的洋楼 伴随着茶商王家自福建安息来台发展起落 也见证大稻城曾经的繁华灿烂 那新芳村茶行它目前是市定古迹 然后我们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 它以前是王家人的茶行 所以我们在茶馆里面会展示有关茶叶的一些历史 然后还有相关的知识 然后我们也有展示过往茶工厂的样貌 那所以欢迎大家就有机会的话 可以多来新芳村走走 然后除了可以了解到台湾茶的特色 然后历史之外也可以借机来更加的了解到 绕成的文化跟历史 为鼓励失智者走出户外参与在地文化 台北市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一起游大同活动 走访新芳村茶行孔庙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表示 社会对于失智症者仍存在负面的刻板印象 会对失智者投影一样眼光 造成家属不愿意将失智者带出家门 使得照顾者无法有喘息空间 因此透过连接社区的非医疗资源 包括自然 艺术 音乐 运动等 创造增加参与感的环境与网络 让失智者能够走进社区进行社交互动 也邀请区内古基庙宇加入失智友善组织 及提供友善服务 共同打造失智友善环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